8代的車友 大家下午玩 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做安裝分享的車種呢 當然是CIVIC 8代 這一台是1.8 然後 年份是07年的 這個車的車主 保養車的外觀 保養的很不錯 然後今天安裝的版本是KT的道路版 CIVIC 8代我們有很多很多安裝的影片 這一台的話呢 所選擇的道路版呢 一樣有附一個上座 在8代呢在這裡有一個試蓋 試蓋打開之後呢 從這裡就能夠做阻擁的調整 順時針的話就是變硬 逆時針的話變軟 這個方向旋轉它就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在這裡 那這個也有一個軸層 這個軸層呢是 日本日智KOYO的軸層 前面的道路版本 我們所配的彈簧公斤數呢 是200x7公斤 這台車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這裡有油管架 有ABS感應器的調價 這裡是統身可調的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這裡好像不能過 這裡好像不能過 還有色團的 另外的 可能吧 這裡的話是後懸吊系統 它是配置 180x6公斤 所以後面的懸吊系統呢 我們所選用的彈簧呢 它是比較大捲的 會比較舒適 那它的後上方的話 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呢 是要沿用原廠 這裡有一顆 道三角形的橡皮 這個地方 車主的車高需求呢 它只要跟原廠一樣高而已 所以我們把它調整的長度呢 會比較長一點點 它的上方後面的話呢 也有附防塵套 防塵套的話 它是全部都是把軸心照住的 所以它的保護效果的話 會比較好一點點 後面的最主要的安裝技巧呢 就是不要壓縮彈簧過多 因為CIVIC 8代呢 如果我們把統身縮得太短的話 它的彈簧壓縮過多 一定會不好做 而且會有異音 然後統身的壽命呢 也會縮短 所以像這樣的調整方式呢 最主要最主要的呢 就是統身呢 如果調的太短 它的彈簧壓縮過多 就一定會不好做 主你怎麼調的話都不對 所以後面的話呢 安裝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 一定不能壓縮彈簧過多 那後方的角度調整呢 因為車高的話 並沒有要降低 所以後輪的話呢 車就不建議 就不用再改這個仰角調整器 直接用原廠的竖角調整 就可以做出正確不會吃胎的角度 如果車友有要降低車高的話呢 就建議要改仰角調整器 它後方阻尼的調整呢 它是在行李箱裡面 在這個地方 這裡呢 試毯稍微掀開之後呢 再 在 裡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兩側的話 再兩側 前面的調整比較方便 前面的話 直接把引擎室打開就能調整 那至於用料的部分的話 跟大家介紹一下 剛剛說的上座的部分軸扇 我們說選用的話是日本Coyo的軸扇 這個軸扇是日製Coyo的軸扇 而且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還有筒身的部分的話 用料 主尼油的部分是用意大利進口IP的主尼油 它的油品的穩定度很好 是從意大利一整筒進口過來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 所以它的油品的耐用度很不錯 還有裡面油封 油封所選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它前輪的拆裝其實還蠻方便的 就是一般的兩顆央角螺絲拆掉之後 就可以就可以把便器卸下來 那預計今天的車高 因為輪胎改裝的規格呢 比較大一點 是25 45 17的 所以 車高的話呢 會維持跟原廠差不多一樣的高 那這台車我們 如果一般啦 比較正確的規格 205556的話 降到最低呢 大概可以到達半指幅左右 哈囉 梓傑你好 這台車顧得很不錯 今天比較忙一點點 所以安裝的時間有比較久 不然這台大概都一個多小時就安裝好了 車主這台車顧得真的超漂亮的 後面呢 現在師傅只有剩下一些 把螺絲裝上去的一些微調 幾乎都快安裝好了 如果車友們呢 這台車 八代跟九代呢 車友很捧場 那如果有需要試乘呢 這台Civic八代呢 我們都有實車啊 可以供給車友試乘看看 有道路版 也有競技版 尤其是桃園還有北區的車友啊 真的很謝謝大家那麼捧場 OK OK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如果車友們呢 有需要試乘或者是有問題呢 可以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